死胖子啊 油流滿地啦 喔這真的很肉欸 他現在其實看臉就看得出來很瘦 你最成功瘦到的是左邊這個層 這個是你本人啊 這是偷杜克吧 今天還要來看看我到底有沒有變青 歡迎收看波波接地去 小二你今天看起來怎麼這麼有氣無力啊 我為了減肥已經快三個禮拜都只有吃這種東西了 你很誇張欸 你可不可以好好運動就好了 我不要啊 就我們一起來看看網友們 為了減肥到底看得懂 到底做過哪些事 走吧 你的變化有多大 就是從真的開始減到現在 大概40公斤 40嗎 這個時候大概幾公斤 120左右 那啊 千景是右邊的嗎 對啊 我在右邊啊 千景你怎麼變成現在這樣了 什麼東西啊 你怎麼變了 什麼變 我長一樣吧 大家覺得長一樣嗎 為什麼我要踮腳 我不知道 踮起腳 踮腳 尋找尋愛 遠遠的存在 Oh my god This is crazy 真的很誇張 這是什麼瘦度啊 他在這一兩年的時間裡面 把千景伸下來 然後丟掉 真的是有差 就是走路啊什麼的都會感覺 你是不是走路覺得有點不快飛起來 跟以前的那個重心不一樣 選中前就是一個 醜不拉西的胖胖的女色 現在163然後45到47公斤 這個樣子 這真的很肉耶 左邊的是不是 對啊 而且從你的肩寬可以看得出來是有一個 是肉 那現在咧 好像是很瘦了 真的很瘦 他現在其實看臉就看得出來很瘦 我覺得我臉好像沒什麼變 因為我這個寬骨 蘋果肌有點大 可是你現在蘋果肌是好看 對啊 千景都已經沒有蘋果肌了 你才香蕉啦 等等香蕉是稱讚吧 原本很瘦 然後到我家有點圍狀 你幾公分啊 180 你180 這看起來沒有180耶 這個瘦真的是170耶 不然你現在秀一下你手臂的肌肉好了 他這個就是有在練的啊 我現在剛滿18 喔 你才剛滿18 欸 你的笑好覺得很敬感很過分耶 有人跟你講過你長得比較著急嗎 這不就是你跟你現在 哈哈哈哈 沒有 我們這集是要變身成功後 你今天怎麼會出現在這裡 我就是變身成功後 然後又失敗又變回來 三小啦 你最成功受到的是左邊那個成... 這個是你本人的 刺青秀一下 我右手後來沒解釋 跟現在是有差別的是不是 他說我覺得你等一下看到我期待 你真的差 我現在啊 我真的沒有縮小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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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我放大海看得出來 欸這太誇張了啦 那為什麼現在又爆炸了 那時候我心情受到 那時候我心情受到 是一大的重創大 是的 要開始重新減肥了 你們這個節目開太多 再過大概三四個月 你就有新的一組 before after了 OK 對就可以跟朋友再拍一張 就等你三四個月之後 你大概不好看的時候 你覺得有沒有受到什麼差別的態度 我那時候很瘦的時候 很常被當工具人 然後現在就沒有被當工具人 現在就幾乎沒什麼女生敢接近我 然後有的女生會覺得 我好像很瘦很可怕 所以你從 你原本可以當工具人 現在變得沒有人敢接近你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下坡 我最近是有缺工具人 留言報名當千井工具人 以前就是有時候講話會 你胖子啊 油流滿地啊 就是這種 這太誇張了吧 防治校園霸凌專線 其實我覺得他現在這個類型 他很適合當那個班長 難怪覺得眼熟完尾本人 你瘦下來之後 你覺得你的桃花有沒有變得比較好 我覺得沒有 我覺得最主要影響的還是自信 就有些人說 欸他減肥之後 然後變得桃花變得很好 那其實只是因為他減肥之後 自信變得好 但我沒有因為減肥 然後自信通膨這樣 我就維持的原本差不多 其實我覺得這很多面相 就是你會對你的某些東西 是有自信的 你會對你的某些東西是有自信的 你Focus在你沒有自信的地方 你就會很爛 就隨時要噴出你知道嗎 可是如果 Focus在你有自信的地方 我Focus在我的才華 我的轉移 沒有在在我的轉移 是不是 運動跟飲食管理 因為我會跳舞 我那時候 國中的時候 參加熱舞 你會一直動一直動 然後就會流汗 然後你要做核心 然後基本的舞步也要練這樣 就是都有 飲食你做了什麼事 我早上都吃 水煮蛋白蛋 雖然我不吃蛋黃 因為 就是如果你想要有飽足感的人 你就可以吃蛋黃 然後就喝一杯 苦糖豆漿 可是我這樣子吃我會生氣 我會拍桌 老馬你高什麼 跟我們這個所有想要變美 或變瘦 或是想要變壯的朋友 講一句鼓勵的話 就真的是撐下去了 就咬的牙都要撐過去 可是我覺得他真的對很胖的人講 就是如果你是 原本五六十公斤 就說自己是個大胖子 那我就就是往發大家去吃XXXXX 發大不假切 我每次跟他剛才講說 那邊有女生 然後tag進來 說肥豬就是你 然後點進去看 幹他媽的那個才六十公斤的那些肥豬 就你真的是肥豬 consulting 一百二還要肥豬 совершенно你們曾經不是個漂亮女孩過 當然我以前就是 超報仇那種欸 真的很平凡 可是這個還沒有戴眼鏡喔 這是還沒有 你的眼睛稍微再開一點 這是偷杜克吧 我哪有做before after 我看你這個臉才真的是沒有醜過 沒有沒有沒有我真的 我以前是非常非常非常的不好看 我是國中的時候 是班上老師會抽座位嘛 28號楊千景 你旁邊要坐 10號陳守恩 楊千景那個當下的反應會是 Cut 不要 終於是我後來去美國 到了美國去之後 首先我本來就已經長得不太好看了 我又是個亞洲人 所以我是Double的糟糕你知道嗎 我記得有一堂課 那堂課結束以前老師說 每個人要寫一個小卡片 給你班上喜歡的人 我就突起勇氣送給我們 班上一個韓國女生 我就說 Happy Summer 然後他就說 Oh I'm sorry You are ugly to me 我再跟暑假就在流淚 我到台灣去之後呢 我那個時候我就立志要幹一件事情 我要變帥 我就打電話給我以前國中 我覺得班上最帥的那幾個男生 我就說 欸他會帶我去買衣服 然後喔那幾個男生就很高興 接著我 喔喔喔喔 OK喔 喔喔喔 我現在就夠了 然後他就騎摩托車 就到我家門口了 OK 然後他跟我說 我跟你講 你要買個衣服 要有那種 你看我的牛仔褲 牛仔褲 啊這邊有個閃電 你看到嗎 你看到嗎 閃電啦 閃電 這閃電有 閃電 閃電 閃電